这狮子小猫在这里好几天了 不知道谁家的母猫生了这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我去我们村有猫的人家问了一下 别说你们不相信是人家扔到这里的 我们农村就是这样 人家家里的养一只猫就可以了 当时大部分都是养母猫 因为公猫会到处走 而且养了母猫之后下了猫仔 很多人都是想着扔掉 因为家里猫有一只就够了 有一只帮忙扎老鼠就行 吃完了 对着一起睡觉了 接着没人要 还是带回家养着吧 感觉太可怜了 钥匙在村子家 过去拿钥匙 去村子家要的钥匙 这么多把 要开多久啊 一把一把来 还是用这个抓吧 我怕被他们咬 最想抓到最安静的 其他伤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这个角落有一只 刚才听到在叫 在这里 用手抓试试 哇 好凶啊 还是不敢抓 跑了 跑了这个死角来了 好凶啊 网住了 这是一只小灰猫 这样看着 就挺可怜的 放心 带你回去 给你好吃的 这里有一只 喵喵 好跑了 完了 另外两只 跑到车里面去了 跑到那个水管里面去了 这只小黑猫出来了 好凶啊 太凶了 这只也弄不出来啊 要把他赶到旁边去 走 喵喵 走 走 喵喵 走 这只也抓住了 好凶啊 好凶啊 回去了 暂时放在鸡笼里 哇 在外面长大的猫股要野一些 全身都是油 打开笼盖看一下 哇 每一只都很凶啊 四只的颜色都不同 小黄猫 这只是灰色的 灰色的吧 那一只是黑白 中间那只黑白 脚上是白色 其他黑色 另外那只纯黑色 三只纯色 一只花色 这个眼不眼的熟啊 先关他们个几天再说 我估计这个很难熏得了 太野了 特别这是小黄猫 我也养不了这么的小猫 如果有朋友要的话就送出去吧